我愛黑社會 聖誕節特別企劃 我愛黑社會 聖誕節特別企劃 妹妹自治江秉武 慈善打不開 哈囉各位我愛黑社會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T子 為什麼我們今天會在這裡呢 是因為我們今天要出 我愛黑社會的第一次外景任務呢 這一次呢我們特別挑選了 三個是三個特別精心挑選的妹妹喔 有誰呢 我們的小公主 曼曼還有喬莉 這一次呢我們要做什麼呢 我們要帶他們三個 去跟我們的老師學做 薑餅屋 做薑餅屋啊好麻煩喔 我可怕誰去大套店買啊 這輩子都沒有做過家政耶 然後我很喜歡做甜點耶 如果做得難吃的話誰要跟我買 我在加拿那時候我有做過甜點 所以我想呢做薑餅 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所以我會加油的 一號小公主戰力分析 痴青大學廣天系 新座是天平座 身高168公分 體重51公斤 IQ是178 而參賽者二號慢慢的戰力分析 台灣大學農經推膨系 新座是天蟹座 身高164 體重45 IQ175 最後一位參賽者 喬莉的戰力分析 國外加拿大教育學習畢業 新座出女座 身高168 體重48 IQ175 而究竟這三個妹妹 誰會贏得這次紀念的比賽呢 我們趕快來看一看吧 各位觀眾 你好 我們現在來到這個地方 就是待會兒妹妹 要來學做戰鬥的地方 我們現在懷抱著前程的心 大家跟著我來 前程 黃師傅嗎 是 你好 你好 江秉武達人黃一慧 來任沸太太戰鬥行政主廚 致力於產品的開發與創新喔 而首先黃師傅要教我們三個妹妹 做江秉武的第一個步驟 就是揉麵團啊 而瞧咱們三個妹妹 這麼認真的學習 這種態度是對的 要好好的保持下去 好 來 這個就是薑餅最後完成了 那你們要不要試試看呢 好硬 好硬啊 可是如果軟一點的話 你就沒有辦法蓋一棟完整的薑餅屋囉 其實味道很像 我們吃的餅乾還蠻好吃 好 那我們現在來開始做薑餅屋的部分囉 小公主 你今天想要做什麼樣的薑餅屋呢 我想要做很優雅很優雅又很高級的薑餅屋 最好啊 就一看人家 哇 會神神發光 而且最好連LV都在想要把我的薑餅都拿出來 還可以打上LV的LOGO耶 我說小公主啊 連池也要名牌 想名牌想瘋了你 去做夢比較快唄 我覺得啊 就是聖誕節應該有那種夢幻很浪漫的感覺 然後所以我想要做一個很可愛又夢幻 又很浪漫的薑餅屋 沒有問題 但是你該不會想要做彩虹 想要做玫瑰 想要做很多的愛心這樣子的薑餅屋嗎 我想要那種做起來好像有抱抱在旁邊 還有彩虹 然後讓人家很想住進去的 抱抱可能沒辦法喔 唉呀 連老師都吐槽你啦 漫漫你也太天真了吧 別活在自己的世界裡耶 我想要做一個非常非常大 最好是便宜又大碗的東西 喬莉虧你還想得出來 真是有傷人的頭腦耶 而接下來 我們就來看看黃師傅的親子示範 教導這三個妹妹 要如何製作一個漂亮的薑餅屋啦 好壞 你知道嗎 好餓喔 為什麼這麼多狗狗的東西 我的天啊 救命啊 而就在此時 意外事件即將要降臨到小公主的身上了 不是不能太大是家嗎 對對對 你稍微輕輕扶著就可以了 哎呀 才沒有多久 我們的小公主就失敗了 看來心情也要受到不小的打擊喔 接下來的發展是如何呢 老師 朋友太難了喔 不要做這個 而且這吃起來看起來很醜 吃掉看起來沒有房子住 一定要不溫馨 這樣子啊 小公主那我拿薑餅屋給妳做好不好呢 好啊 薑餅屋是什麼 薑餅屋一樣是用薑餅 只是它的形狀是做成雪人的圖案這樣子 所以可以做得很優雅喔 嗯 沒錯喔 那我要做薑餅了啦 稍等一下喔 三位妹妹游了葛子的方向之後 開始運用不同的喬思及個人的特色 來裝飾自己心目中理想的薑餅喔 看來三位妹妹一堵粉刃戰鬥 相信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們 也很期待成品吧 好的 現在我們三位漂亮的妹妹 已經完成她們各自的作品 我們來看一下她們的作品 到底是什麼 欸小莉跟大家說一下妳的作品的名字 有這作品喔 叫做溫馨小熊 溫馨小熊 對妳看這裡有熊啊 真的有說大家和樂融融 喔 看妳這是九二一過後的房子吧 這個 這個 早晨這樣是 是怎麼樣 對啊 可是它裡面有很多東西 大家都可以吃得很好 大家一起吃 所以妳是以超值的路線要 對 要給大家一個滿意就對了 對 巧莉的作品名稱是溫馨小熊 利用了許多的翠梨酥當地基 將房子撐了起來 雖然看起來是有點凝亂 但是真的是小狗大碗啦 一看就知道是非常的超值 我們趕快來欣賞一下巧莉的作品吧 慢慢妳的主題是誰 慢慢這個 對啦 還不錯啊 謝謝 可是這個糖粉是不是有點多啊 可死人不常命 對啊 然後就是主要是 它叫什麼啊 它叫夢幻 夢幻成真小屋好了 夢幻成真小屋 欸 記起來還滿夢幻的 成真是因為就是它都是糖果 就是小時候我們不是有那個 就是有一個故事是糖果 糖果屋的故事 對啊 所以是把童話故事 把它融合在這個作品 對 還不錯嘛 慢慢的作品名稱 是夢幻的純真小屋 簡單運用了斷袋 脆離酥跟不同造型的QQ糖 搭配著薑餅組合成 果然看起來就相當的夢幻哦 就像是進入童話班故事一樣 相當具有巧思的設計哦 應該可以獲得不錯的成績吧 我們來慢慢欣賞 我們來慢慢欣賞慢慢的完成品吧 我們來慢慢欣賞慢慢的完成品吧 欸小公主這個做得滿細的嘛 其實 這個 你這個應該有人做得還不錯 謝謝哦 不是你做的是不是 當然不是啊 好啦說一下 跟大家說一下你的作品 我的作品是 可憐老爸和四個愛花錢的姐妹 什麼 可憐老媽 可憐老爸和四個愛花錢的姐妹 小公主這邊走的是另外一個特別的路線 小公主作品名稱為 可憐老爸和四個愛花錢的姐妹 光是這露露燈的名字 我想就可以打敗其他對手吧 而薑餅人的設計感也頗具巧思 相當的鬥具可愛 應該也可以擄獲不少民眾的心吧 我們趕快來欣賞欣賞小公主的完成品吧 小女生的壞心眼 小公主做那個小人薑餅 雖然很可愛 可是一個麥芽好像真的有點貴 不知道說我的薑餅可能不好看 可是呢 不管怎麼樣 我覺得我的比麥芽還有小公主還要大 所以呢 我覺得我應該是可以贏的 加油 我覺得啊 巧莉的那個啊 看起來好笨哦 那麼大 拿在手上很不方便 想要買 出現這三位妹妹 誰能夠贏得這七月的比賽呢 我們趕快來看看吧 好的 現在呢 我們三個妹妹已經各自帶著她們的作品 來到現在這個地方是 我們淡水老街 好可以看到今天天氣非常的冷 但是呢 我們現在來這邊做什麼 現在就是要來這邊賣 我們三個妹妹各自的作品 每一份呢 我們會用五百塊的價格賣出 到時候呢 所得的金額我們會 捐給我們所有社會上的公益團體 以及慈善機構 那 每個妹妹手上會有十份的作品 待會呢 我們就是要把這三十份作品賣給 老街周邊的民眾 那現在可以看到 雖然天氣很冷 可是我們的妹妹 完全 不受豐盤 在這邊 為大家 熱情的賣她們的作品 也可以看到我們照片的人氣 有沒有 有了 這就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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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這麼冷嗎 有了 先來看一下妹妹 有沒有信心 有沒有信心 沒什麼信心的感覺 好啦 再一次 有沒有信心 希望待會呢 能夠賣出好的成績 準備好囉 計時一個小時 Action